见到第一仙 第2903章 德军信任 卫军解忧 天穷夏 大战激烈 两个陆鼠妖族一起 杀得神骁妖族 都有些招架不住 颇为吃力 他又惊又怒 这是什么心魔力量 都以色万古岁月 仅剩下的心魔而已 都能让自己如此狼狈 那陆鼠妖族生前 又该多强大 不对 同为妖族 差距断不该这么大才对 这次的对手 明显有问题 神骁妖族意识到蹊跷 眉头皱起 远处 苏毅等人神色凝重 可以肯定 那两个陆鼠妖族 皆是心魔所化 可同样的 没人能想到 仅仅是心魔而已 怎会强大到这等地步 还不等他们多想 那天穷夏 再有一个身着血色长衣的 陆鼠妖族出现 并且 这第三个陆鼠妖族 直接朝苏义他们杀来 一下子 众人无不变色 小女孩第一时间出手 手握心红长矛 与之对战 可让人吃惊的是 之前对付 心魔如砍瓜切菜般的小女孩 这次却遭受可怕的打压 对手太恐怖 都能和妖祖级存在厮杀 岂是寻常可比 一起动手 快 王植物大喝 眼神冰冷 谁敢拖后腿 老子拼了命 也要和他同归于尽 陆氏 硬龙妖黄等人彼此对视 也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 当即 他们和王植物一起出手 可仅仅瞬息 他们一个个就被轰飞出去 心境都差点崩坏 一时间 他们脸色都变了 这陆鼠妖祖的心魔 究竟是什么鬼东西 竟如此可怕 哄 激烈厮杀中 连小女孩也被震退 星红长矛 差点脱手而飞 还他妈犹豫什么 用底牌 王植物怒吓 说话时 他末地 寄出一道天地密符 直接砸了过去 哄 一座赤圣耀眼的金色倒映 横空而去 直接砸在那陆鼠妖祖的心魔身上 可让人心寒的是 强大如天地密符 竟紧紧只撼动了对方 而不曾带给对方多少伤害 归根到底 对方是心魔所化 再厉害的法宝和神通 都很难真正伤到对方 去 末地 陆氏一声低喝 寄出一口血淋淋的黑色飞溅 横空一闪 就将那心魔胸口 凿穿出一个窟窿 透体而过 可仅仅瞬息 心魔胸口的窟窿 就弥合如出 而陆氏 寄出的黑色飞溅 则被那心魔一把攥住 凝成了麻花 轰然爆碎 破 陆氏可血 脸色都变了 几乎同一时间 硬龙 绿拼 红叶三味妖黄 接寄出压箱底的手段 全都轰向对手 然而 全都是徒劳 那雪衣身影太恐怖 完全像万法不轻斑 瞬息就击溃众人的攻击 暴杀而来 轰隆 惊天动地的碰撞声中 众人的联手 再次被破开 全都被轰飞出去 或重伤咳血 或砸落在地 关键时刻 还是小女孩顶上去 才拦截住那雪衣身影的攻击 可 也仅仅只是拦住 小女孩纵使亲尽全力 也都不行 反倒被一次次打压和伤到 虚余而已 就以负伤累累 在场之中 只有苏毅一人没动手 在远远观望 可没人说什么 谁也没指望 苏毅这样一个神游镜角色 能力挽狂澜 陆氏 都他妈什么时候了 还不赶紧施展你的底牌 王直吾破口大骂 陆氏冷然道 你为何不动用传说之书 非要眼睁睁看着那小姑娘 一个人赴死而战 远处 神霄妖族处境同样不妙 被两个大敌夹击 让她颇为难受 当听到王直吾和陆氏的争执 他都不禁动目 历声道 大难之前 游子这般自私 你们再不动手 本座豁出去 也要第一个宰了你们 陆氏脸色微变 但却无动于衷 只挑衅般看着王直吾 大有一种 看谁能耗过谁的姿态 王直吾眼神冰冷地 看了陆氏一眼 最终还是因为 关心小女孩的安危 第一个施展出杀手锏 嗡 传说之书浮现出 其中一张书页凭空浮现 就当王直吾要催动 这一张书页时 小女孩呼地抽身而退 朝陆氏靠近过去 几乎同时 那血衣身影如影随形 朝陆氏那边杀去 王直吾一呆 这也行 陆氏脸色大变 暗骂一声娘 转身就逃 可小女孩根本不放过她 紧随其后 哄 血衣身影猛地掀起一片黑色 醉叶力量 铺天盖地 把小女孩和陆氏街覆盖其中 逃无可逃 MB伴随着震耳欲聋的碰撞声 小女孩负伤 整个人倒射出去 陆氏更惨 劈头散发 咳血不止 疯子 陆氏气得破口大骂 原本她很确定 王直吾肯定会第一个忍不住 亮出杀手锏 可她打破脑袋都没想到 小女孩竟然这么狠 竟然直接以自身为诱饵 玩了一出祸水东吟的把戏 让她当即被牵累 可陆氏已来不及多想 那血衣身影已暴沙而来 气息之恐怖 让她毛骨悚然 再顾不得其他 陆氏一声低含 捏碎一道奇异的金色蜜符 碰 她的身影凭空消失 苏毅 王直吾放眼四骨 竟是没能察觉到 陆氏陶顿的痕迹 人影都不见了 映龙 绿拼 红叶三位妖黄也吃了一惊 这样的秘符 必然非同寻常 是压箱底的保命手段 只是 陆氏这种不诈陶的做法 让三位妖黄都很不齿 尤其是映龙妖黄 心中颇为怨愤 她和陆氏本就是一伙的 可现在陆氏却第一个逃了 这让她如何自处 与此同时 那血液身影 重新杀向小女孩 王直吾一咬牙 就要再次寄出那一张书页 就被苏毅一把拦住 她刚才吃得太多 受点伤有助于消食 苏毅随口道 王直吾 这是什么狗屁道理 没见那小姑娘 都被伤成什么样子了 远远的 小女孩的声音响起 老爷说得对 与之厮杀 于我而言 就是为了消食 王直吾彻底无语 得 自己瞎操心了 苏道友 眼下局势颇为严重 不知 你是否有办法化解 远处 响起神逍妖祖的声音 她没有威胁苏毅帮忙 但看得出来 她对苏毅 一直没有出手很不满 直接点名了 王直吾差点气笑 让一个神游进的角色 帮着想办法 亏你神逍妖祖说的出口 可出乎她意料 苏毅却直接道 我还当阁下 要拿这两个孽障练手 故而不曾打扰 既然阁下开口相求 我自然得想一想办法 神逍妖祖心中暗恼 老子何时求你了 而在嘴上 她则笑道 有道友这番话 我就放心了 苏毅心中也一阵冷笑 她可不相信 神逍妖祖手中 没有足以灭杀 那两个血液身影的底牌 之前陆氏在保留 神逍妖祖何尝不如此 而映龙 红叶妖黄 怕是同样也有不曾施展的压香敌手段 都是人精 不到生死攸关时 不会亮出最后的杀手锏 这种各怀鬼胎的家伙 注定是乌合之重 根本不能指望 苏毅一边撕存着 一边拎出酒壶喝了一口 她注意到 天地间分布的心魔 近乎都已经被那三个血液身影吞噬掉 连天穹上的黑云都消失不见 而那三个血液身影 就像心魔的本源 全都强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这让苏毅不禁怀疑 当年陆属妖祖与命时 其心魔也出现了一变 才会一分为三 王直五很焦急 在她视野中 小女孩实在太惨了 鲜瘦的躯体都破损严重 变得血肉模糊 快要散架似的 完全就不是那血液身影的对手 好几次 王直五都差点忍不住想上去帮忙 可都被苏毅拦住了 而神霄妖祖那边也暗暗焦急 有些受不了了 到苏道友可曾想出化解的办法 他在和那两个血液身影的厮杀中 一直处于下风 颇为狼狈 身上已负伤 王直五心中暗骂 你堂堂一位妖祖 怎么有脸把希望寄托在一个神游镜身上 苏毅犹豫到 我有一个办法 但若是这么做了 注定会付出一些代价 恐怕会影响接下来的行动 不等说完 神霄妖祖以斩钉截铁道 道友放心 只要你能化解这一局 接下来的路上 我为你保驾护航 保证不会让你遭受任何伤害 一番话 回荡天地 苏毅如是重负般说道 有阁下这番话 我就放心了 王直无意呆 一时间不清楚 苏毅究竟是在演戏 还是认真的 其他妖皇也都有些错愕 奇奇看向苏毅 面露狐疑之色 神霄妖祖则沉声道 事不宜迟 请苏道友出手 苏毅收起酒壶 道 德军信任 卫军解忧 声音还在回荡 苏毅的身影 呼得腾空而起 犹如一道闪电般 在其中一个血衣身影旁 一闪而过 这一瞬 众人眼前刺痛 视野中白茫茫一片 仿似看到一轮大日腾空 无尽光明照彻天地 一切景象 皆被璀璨赤胜的光烟没 这一瞬 神霄妖祖眼瞳瞪大 心头巨震 脸色都变了 他清楚看到 随着苏毅身影 一闪而过 那露鼠妖祖模样的血衣身影 就像纸壶一般 轰然炸开 四分五裂 见到第一仙 第2904章 天心神将 一瞬间 光明骤散 天地恢复清明 而在场中 少了一个血衣身影 多了一片四分五裂的身躯碎块 弥散出浓稠如江叶般的 醉叶力量 远处 苏毅平须而立 衣媚飘夜 神霄妖祖 游在和一个血衣身影厮杀 只是眉梢眼角间 难掩震撼之色 王之舞 绿拼妖皇等人 视野恢复清晰时 就看到了这样一幕 结束了 瞬息之间 一味能够和妖祖对战的心魔没了 远处 小女孩负伤惨重 躯体都快破碎 可此时她却游自大声赞叹道 什么心魔 也活不过老爷一见见 厉害厉害 她曾跟马屁师傅 曾经和虚心学习过 故而此刻 在赞美时 言辞神态间的宠目 皆发乎于心 动乎于情 自然而然 身安溜须拍马之精髓 只可惜 就是言辞单薄 没多少文采 当然 众人哪有心思体会这些 全都被小女孩口中所陈述的事实震撼到了 苏毅 这样一个神游境见修 真的顺杀了一位 让神霄妖祖都拿不下的心魔 苏道友还真是了不得呀 若非亲眼所见 我都无法想象 神游境层次 竟能够施展出如此禁忌的心境神通 神霄妖祖感慨 他眼神异样 心中实则警惕起来 这苏毅隐藏得太深 之前那一件 让他也被惊艳到 仔细一想 苏毅所动用的 应该是一门核心静密力 有关的禁忌神通 最重要的是 对方才仅仅只是神游境修为而已 但可以肯定的是 对方的心境 已凝聚出心魂 而这正是让神霄妖祖震惊 乃至于警惕的地方 毕竟 无论是永恒天狱的天地 还是这命运长河中的妖祖 不少都还未曾凝聚出心魂 而这样的力量 出现在一个神游境年轻剑修身上 无疑太匪夷所思 再加上苏毅之前的种种作为 像以起源笔 破解石碑之密 开辟通往入魔窟的通道 像身边小女孩不可思议的心魔战力 无不透露出蹊跷和反常 让得神霄妖祖这般存在 都备受震撼 她还怎敢视苏毅为小碑 阁下谬赞了 苏毅开口 刚说一半 就止不住地剧烈咳嗽起来 唇角躺血 脸旁变得苍白 众人一惊 隐约明白了 苏毅之前强行施展竞技神通 虽杀了那血液身影 可明显也遭受到反噬 受伤在身 道友快快去歇歇 神霄妖祖一脸的关心 可千万别伤到自己的心境 苏毅随手擦掉唇角血字 淡淡道 不碍事 些许小伤而已 算不上什么 可在众人眼中 他这番做派 明显就是在强撑 不想暴露自己的虚弱 唯独王直无心声狐疑 这家伙若是装出来的 那装得可就太像了 苏毅身影挪移虚空 随手收起了那一道血液身影 暴碎后所遗留的躯体碎片 那些碎片 皆是最后厚重的罪业力量 对小女孩而言 是最上层最稀罕的大补之物 自然不能浪费了 就在苏毅刚做完这一切 远处虚空中 小女孩的身影骤然暴碎 她躯体负伤惨重 能支撑到现在 以疏为不易 这一幕吓了众人一跳 可旋即就发现 小女孩那暴碎的身影 在虚空中一阵蠕动 就又恢复过来 只不过变得极为虚幻模糊 她可怜兮兮地看向苏毅 怯声声喊了一声老爷 我给您丢脸了 就像被欺负的孩子 羞愧地跟长辈低头盘 声音还在回荡 那血液身影 早已转身朝小女孩杀来 罪业力量滔天要一举把小女孩吞噬 关键时刻一道见光乍现 众人眼前刺痛 那熟悉的感觉再次涌上心头 视野变得白茫茫 一如看到焦阳横空 无尽光明照彻山河 神霄妖族眼皮一跳 又来 就见那朝小女孩杀去的血液身影 骤然间四分五裂 被顺杀当场 神霄妖族心中颇有些不舒服 之前自己还当这丝强行施展 禁忌神通后 遭受到反噬 负伤很重 谁曾想 这丝竟还犹有余力 也太能隐藏了 但很快 神霄妖族就注意到 苏毅又在咳血 鲜血染红一惊 满脸的疲惫 脸色煞白如指 一身气息都微米下去 原本 神霄妖族还想请苏毅出手 把正在和她对战的那血液身影杀了 可看到这一幕 只能作罢 都伤成这样了 若自己再让她出手 反倒显得自己这个妖族太无能 而此时 看到苏毅又一次顺杀一个血液身影 所有人都差点猛掉 刚才又是可血 又是强撑 难道都是假象 不过 当看到苏毅那越来越严重的伤势 众人神色都变得微妙起来 老爷 您没事吧 小女孩一脸的心疼 苏毅一边捂着胸口咳嗽 一边强自笑道 没事没事 快去练花对手遗留的力量 别浪费了 小女孩眼眶泛红 似乎随时会哭出来般 最终抿了抿唇 恩了一声 飞快行动起来 这一切都看在众人眼中 王直吾第一时间上前 担忧道 真的没事 苏毅笑着拿出酒壶 无碍 暗中 他则传音道 路是肯定没逃远 其他人也各怀鬼胎 接下来的路上 可要当心点 王直吾眼神古怪 看情况 这家伙的伤 明显都是装出来的 只是 他为何要这么做 钓鱼 势敌已弱 还是另有意图 王直吾猜不透 但他却感觉 苏毅这家伙 简直越来越腹黑了 很快 神霄妖祖 历经一场激烈到极致的厮杀 终于把最后一个血液身影击杀 众人顿时如释重负 常常松了一口气 唯有苏毅心中冷笑不已 他敢肯定 神霄妖祖从一开始 就没有动用权力 这老东西 明显也是在借助这一战 来试探在场众人的底细和能耐 话而言之 苏毅之前完全可以不出手 但 有些时候一味地隐藏 反倒是坏事 会让对手不择手段地找机会 来试探自己 就像这一战 分明就是来自神霄妖祖的一次试探 自己若不出战 接下来神霄妖祖 肯定还会用其他办法来试探 故而 苏毅才会暴露一点心境力量 如此一来 也能打消其他人心中的疑虑 让对方对自己的实力 产生误判 这就足够了 哈哈 这次苏道 又可是大功臣 若不是他 这一场杀局中 咱们恐怕都得付出一些代价 神霄妖祖走了过来 对苏毅不吝赞赏 玄机 他目光又看向小女孩 这小丫头 表现也极出众 让人刮目相看 这一股罪业力量给你了 他袖袍一挥 一个黑色光团浮下出 落在小女孩身前 之前击沙那血衣身影后 神霄妖祖随手将对方遗骸收起 练成了这样一个黑色光团 小女孩怯生生地看着苏毅 苏毅道 长辈赐 不能辞 快收下吧 莫辜负了神霄前辈的一番心意 小女孩这才收起 腼腆的低头致谢 多谢前辈 苏毅心中一阵好笑 这小女孩早在末法时代时 就被真月天地 镇压在斩醉牢狱中 论辈分 还不知谁比谁高 神霄妖祖爽朗大笑 谢什么 本座一向赏罚分明 小女孩眼珠一转 道 可在晚辈心中 我家老爷立下的功劳才最大 不知前辈是否有赏赐 众人一愣 眼神古怪 这小丫头挺厉害啊 顺杆子往上爬 竟敢主动跟神霄妖祖所要好处 神霄妖祖 神色一致 玄机 她故作豪迈道 当然有 小女孩顿时露出期待之色 前辈所赐的奖励 必非同小可 能够让我大开眼界 神霄妖祖唇角不易察觉抽出了一下 她怎会不清楚 那小丫头故意拿画机自己 略意私存 她从袖口取出一个玉瓶 这玉瓶内是三金天心神叶 对修补和淬炼心境 有着不可思议的妙用 些许薄礼 还望小友莫要嫌弃 说吧 隔空递给苏毅 场中响起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 天心神叶 命运长河中 屈指可数的西式奇珍之一 妖皇眼中最神妙的破镜神物 别说三金 就是一小口的量 都足以让妖皇强迫脑袋 在灵宝天成过往岁月中 也曾有诸多西式奇珍流通 但天心神叶极为少见 每一次出现 都会被卖出一个 令人瞠目的天价 像这样的三金天心神叶 若换成命运前 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 不 是有钱也买不到 因为太过稀罕了 看到众人那艳羡吃惊的神色 神霄妖祖虽然肉疼 可心中总算舒服少许 有功必赏 这是她的行事准策 既然这次苏毅立下大功 她自不介意给对方这样一份厚礼 也要让其他人明白 只要乖乖听话 配合行动 少不了他们的好处 这就叫千金马骨 图目立信 苏毅也很意外 没想到神霄妖祖竟然这么舍得 她欣然接过玉萍 感激道 多谢阁下 神霄妖祖哈哈笑道 谢什么 咱们之间或许有误会 可这一路走来 道友的种种表现 让我改变了许多看法 若道友不嫌弃 称我一声道兄便可 这番话说得坦荡诚恳 苏毅当即作一道 恭敬不如从命 接下来的路上 还请道兄多多照拂 王直无看得心中一阵惊叹 这一大一小 怎么就能如此自然地说出 这种苟都不幸的违心话 见到第一仙第2905章 杰林 一行人再次启程 路上 苏毅和神霄妖祖相谈圣欢 亦如忘年交班 小女孩已被她收入秀里乾坤 刚历经一场惨烈大战 小女孩躯体破碎 负伤严重 但也算因祸得福 获得了三份血衣身影的本源力量 当彻底炼化这些本源力量后 小女孩的实力必然会实现一场大突破 王直无 绿拼妖皇跟在苏毅后边 红叶 应龙妖皇则跟在最后边 唯独陆氏 至今还不见返回 可以断定 那三道心魔身影 皆是陆属妖祖所留 但奇怪的是 那三道心魔 就像被抹去了神志 很不正常 神霄妖祖 谈起刚才的大战 苏毅微微汗手 的确如此 心魔 无不拥有智慧 像第一世心魔 邪剑尊 小女孩无邪 都是如此 按道理说 作为陆属妖祖的心魔 本该同样拥有智慧才对 可在之前的大战中 那化作陆属妖祖模样的三个心魔身影 全都不言不语 没有任何感情波动 这自然很反常 除此 这片天地分布的心魔树木庞杂 明显并非由陆属妖祖一人的心境所生 神霄妖祖道 我怀疑 洪荒时代的时候 在陆属妖祖与命后 他身上必然发生过某种变故 甚至不排除当年人曾进入此地 苏毅不禁有些意外 没想到神霄妖祖的观察 竟会如此细致如微 我倒是不担心这些 想了想 苏毅道 我担心的是 孔雀妖黄若没死 又去了何处 还有那神秘的杰灵 至今还不曾出现 顿了顿 他继续道 道兄可还记得 之前那一道 曾问寻金兮何兮的沧桑声音 神霄妖祖眯了眯眼眸 当然记得 他还说若咱们能活着抵达世心灵 就会和咱们见一见 苏毅柔了柔眉心 我可真没想到 这辱魔窟的变故会如此多 神霄妖祖不禁笑起来 这算什么 命运长河中有一些神秘禁区 远比这里更可怕 言辞间 竟是历尽沧桑之后的从容 呼的 神霄妖祖话锋一转 传音道 贤爹 我知道你心中对我还有提防 这不怪你 毕竟咱们初次见面时 彼此敌对 视同水火 谈不上愉快 但到了现在我可以跟你说一句掏心窝的话 在你们这些人中最让我看中的只有你一个 我心中清楚 那陆氏身怀大杀气 从一开始就没把我放在眼中 之前忍辱负重跟着咱们 无非是另有图谋罢了 王直无是你朋友 我对他的看法谈不上好 但也不坏 看得出来 他是一个性情中人 愿意为你拼命 这样的朋友 的确难得 至于绿拼妖黄和红叶妖黄 前者以王之舞马首是瞻 后者对我言听计从 他们反倒 不会让我太在意 说到这 他深深看了苏毅一眼 唯独贤弟你 让我既看中又忌惮 若能兵释前贤 真正地把碧言欢 对你对我都是好事 苏毅不禁正主 这是打算跟自己坦诚相待 我知道你很难 一下子相信我的诚意 神霄妖祖副手于背 目光看着远处 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只要那陆氏感出现 我必第一个杀了他 全当是老哥我的一番心意了 苏毅正要说什么 神霄妖祖微微摇头 笑道 你心中明白就好 不必说什么 我可不认为 仅仅一番话 就能让你真正相信 苏毅笑道 也好 神霄妖祖呼地道 忘了说应龙妖黄 这家伙城府深沉 看似对陆氏毕恭毕敬 实则一直在利用陆氏 如今陆氏不在 他心中必然忐忑之极 贤弟你信不信 不出意外的话 很快他就会跟我投诚 说着 他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 果然 仅仅片刻后 应龙妖黄呼得匆匆上前 来到神霄妖祖前 低声道 神霄大人 晚辈有话 想跟您单独聊一聊 神霄妖祖嗷了一声 目光看向苏毅 苏毅笑起来 仿似在说道凶 料事如神 神霄妖祖顿时满意 这才把目光 看向应龙妖黄 你担心我杀了你 孤儿主动前来投诚 应龙妖黄额头 直冒冷汗 在前辈面前 晚辈不敢撒谎 的确如此 还请前辈开恩 让我有喜心革面 将功不过的机会 说着 在众人惊叉目光注视下 应龙妖黄 竟是直接朝神霄妖祖跪了下去 苏毅心中清楚 应龙妖黄 也是被逼急了 如今陆氏不在 应龙妖黄孤家寡人一个 在整个队伍中 显得极为多余 换作自己是神霄妖祖 也会借机 把这个道不同 不相为谋的外人除掉 应龙妖黄 自己哪会不清楚 这一点 故而 他才会主动投诚 为的就是博一个机会 你多虑了 你和元祖有些关系 而我和元祖也算老相识 怎会害你 神霄妖祖淡淡道 快起来吧 别让他人以为 我神霄是一个残暴无情之人 可应龙妖黄却跪在哪 苦涩道 还请前辈开恩 给我一个机会 我保证接下来路上 任凭前辈调遣 刀伤火海 万死不辞 神霄妖祖想了想 问苏毅 贤弟觉得 该不该给他这个机会 众人惊诧 都没想到神霄妖祖 竟然把苏毅 看中到这种地步 连这种事 还主动问询苏毅的意见 苏毅则有些无奈 这老家伙 明显就是故意的 为的就是 展现他重视自己的诚意 不得不说 神霄妖祖这一手 玩得很高明 苏毅微微摇头 此等大事 我可不敢越祖带袍 全凭道兄做主便是 神霄妖祖笑道 贤弟谦虚了 在我心中 你一句话 顶得上元祖 亲自为他求情 众人动容 这是在告诉他们 苏毅在他心中的地位 比元祖还要高 苏毅则苦笑道 道兄这可就是捧杀我了 神霄妖祖哈哈大笑 到那我就不让贤弟为难 这样吧 我今天和贤弟兵释前嫌 一见如故 心情颇为不错 姑且就给他一个 改过自新的机会 应龙妖皇顿时激动叩首 多谢前辈 多谢前辈 神霄妖祖道 堂堂百万里水域的十三位 至强妖皇之一 怎能这般做见自己 快起来吧 是 应龙妖皇这才起身 众人神色各异 既感慨应龙妖皇为了活命 不顾尊严这一跪 也惊诺于神霄妖祖对待苏毅时 那毫不掩饰的重视和欣赏 连苏毅心中都不得不承认 能够和天地媲美的角色 手段果然不是一般的厉害 换做其他人 怕是早对其投诚了 但对苏毅而言 他可不会放松对神霄妖祖的警惕 作为妖祖 作威作福 就是不知道 自己与命时 能否还如此高高在上 冷不丁的 那一道熟悉的沧桑声音 再次响起 众人脸色微变 奇奇望去 就见远处天地间 山河湖地发生变化 仿似刹那间 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巨变 天穷赤红如血 大地更是冒出鲜红的血水 不断蔓延 虚空中都是浓稠的 血腥雾矮 一座黑色山岭 悄然拔地而起 山岭寸草不生 通体漆黑 十分钟却有鲜血 向溪流般蜿蜒而出 在那鲜血流淌的 黑色山岭之巅 矗立着一座 形似道观的古老殿宇 殿宇前 静悄悄地立着一道身影 那同样是一个 和陆鼠妖祖一模一样的男子 身着血色长衣 面容如青年 只不过他的气息极端诡异 浑身缭绕着灰暗的 结光电弧 宛若无数灰色雷电长蛇 在扭曲起舞 苏伊一眼看出 那身影四周的灰暗电弧 乃是命运之劫 其他人也注意到这一幕 脑海中 奇奇浮现出一个念头 那家伙 那家伙 极可能是个节灵 一种诞生于命运之节中的灵体 只不过是化作了 陆鼠妖祖的模样 无疑 那身影脚下的黑色山岭 便是世心岭了 刚才装神弄鬼的 就是阁下 神霄妖祖 眼神淡漠开口 装神弄鬼 那血衣男子冷笑起来 从而等进入这片天地那一刻 你们的所作所为 就已被我尽收眼底 我何须装神弄鬼 神霄妖祖皱眉 你究竟是谁 血衣男子眼神中尽是讥讽 既然认不出 就证明你们 还不够资格知道我是谁 说着 他呼得一甩袖袍 哄 天地顿变 众人脚下大地轰然塌陷 附近空间暴碎紊乱 一瞬而已 还不等众人反应 在他们四周 一座囚龙拔地而起 将他们困在其中 囚龙接天通地 由无数粗大 如石柱般的灰暗锁链构建而成 弥散出厚重的劫难气息 众人变色 神霄妖祖的神情 也变得凝重起来 看 我若愿意 心念一动 天地山河皆可化为囚牢 然而等轮为阶下囚 生杀雨夺 万般有我 雪衣男子脸庞上 露出一抹诡秘的笑容 这就是劫 命中已注定 你们会遭此结束 说着 他转身看向大殿内 小孔雀 看到了吗 命中注定发生的事情 你根本劝不住 与之对抗 必受其就